今天終於練到四級了 然後買了一些這個裝備 終於買到這個大滾筒 因為一直看到別人在用這個大滾筒 感覺蠻好用的 然後也有買鞋子跟帽子 而且這個遊戲我一直覺得說就是 需要就是趕快佔地盤的人吧 所以我這個大滾筒我覺得真的 非常的好佔 然後就是一直在想說右上角那個東西 到底是怎麼樣去執行 因為真的我看他好像按R 就是不太清楚他按出來是會有什麼樣的表現 是升空爆炸還是怎麼樣 知道的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告訴我嗎 然後這一場就是整個玩起來 我覺得紫色真的不錯 我蠻喜歡紫色的 剛好這場我是紫色的角色 然後又是大滾筒 所以滾的速度超快的 想盡辦法 現在就像超蘇拉一樣躲在旁邊 而且這個遊戲不知道有沒有 殺死人對加分不知道有沒有 這樣子的效果 因為在玩這遊戲的時候就覺得說 好像把地盤佔滿就好了 然後其實在玩這款遊戲啊 跟就是前陣子在玩瑪莉歐賽車8的豪華版 其實在玩這兩款遊戲發現就是 SWITCH的這些小遊戲有個好處 他大概每一場遊戲控制的時間大概在5分鐘左右而已 所以就是不會讓你玩一個遊戲需要非常久的時間 很難告一個段落這樣 非常怪 這場反正我就是用大滾筒 趕快幫隊友把所有的地刷成我們紫色的地圖這樣 不過我真的蠻喜歡這個大滾筒 因為這個刷子在刷的速度真的超級快 然後現在右邊這個右上角這個R已經可以用了 喔用了用了 可是用出來這個東西是怎樣 就是只有噴起來傻而已嗎 敵人我看到都好像會有那種 浮在空中然後噴很快丟很多炸彈 不知道那個是怎麼用出來的 不知道有沒有人知道可以告訴我一下 可是我想我這幾天應該也是要來爬一下文 因為其實一代我沒有玩過 他一代沒有玩過的狀況之下就是會造成 很多裝備我實在是看不太懂他在幹嘛的 像在買那個帽子跟鞋子的時候 有很多人力上面的那個加級吧 但是看不太懂 可是有的人我覺得技術真的好好喔 就是他可以一下盾地一下上來噴一下 一下盾地一下上來噴一下 所以很難抓到他 控制的速度真的很快 快跑 反正這一場就是看到敵人就快跑 看到敵人就趕快跑 我就趕快跑 跑跑跑跑跑 因為這一場我想要的就是趕快幫隊友 把所有的地板刷成紫色的就好了 刷!最後一秒鐘 誒!不知道贏還輸 誒!看這個樣子好像贏了 非常有機會 啊!贏了贏了贏了 終於贏了 今天其實玩了大概五六場 因為為了要把他升到四級 終於贏了 好像總共只贏了一場還兩場吧 啊這個 這個得分表 最後的計分表 我也不太知道怎麼看 然後這個 是不是隨機會加 有一些附加能力之類的 其實這場要慶祝最多的地方應該是 我沒有死掉過 很難得沒有死掉 因為每一場幾乎就是看到敵人就亂七八糟 然後就 啊就死了 而且他武器的種類好像蠻多種的 不知道說就是大家在玩的時候 會比較習慣用哪一種武器 如果有玩家也在玩這個的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看是要交流對戰還是怎麼樣的 或者是來教我一下吧 用最簡單的方式來教我一下 那以上是我今天的玩Game的心得 喜歡我今天的對戰影片的 歡迎在下面點個喜歡 那也可以幫我分享 並且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Roka 下次見 掰 好 好